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职务的职中制集团 他计划进行也要财务重整 他已经请了全日四大会计师之一的KPMG 开始进行财务重组的一个计划 而这个情况里头呢 到底有多严重 是中国经济崩溃的吗 我们来看其他 比较完全从财经角度的两个机构 一个是美国的Morgan Stanley 另外一个是日本的野村证券 Morgan Stanley下调了 明年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理由是房地产跟市场的低迷 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会导致投资疲软 那他下调了多少呢 他们大多数的下调都是4.5%或是4.6% 所以以为是中国经济会崩溃 这个是错的 但是他真的前所未有的经济 很少像现在这么糟 过去中国呢 保不住6也保个5吧 现在4.6很可能再下下去一点 如果信心不足 变成4%或4.5% 全球经济如果明年 恶务战争又没有结束 美国内部又出问题的话 这个所有的螺旋都互相的影响全世界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 不管你喜不喜欢对方 你讨厌美国 美国垮了 我们也跟着话 你讨厌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垮的时候 全世界也不会好到什么地方去 它都是全世界第一大跟第二大的经济体 所以整个7月份 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这么糟糕的情况里头 日本认为它是螺旋式的下降 野村政卷 就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下调 它下调的幅度 也是认为它只会成长4.6% 并不是说它会变成负成长 是衰退或者是整个崩溃 中方欢迎雷蒙多部长访华 目前中美双方正就访问的有关安排 保持密切沟通 在中美恢复对话后 美国高层陆续访金 但安排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来访 恐怕是最困难与坎坷的一个 作为拜登政府里对华最鹰派的人物 雷蒙多主导各项对华科技围堵的政策 但作为美国制造出口的首席推销员 雷蒙多在商务部任内毫无减速 而川普拾起了美中贸易协定 有许多中国未旅行的采购清单 在进入美国总统大选之际 雷蒙多这次访问中国 试图为拜登连任争取政绩 收割些成果 虽然一个在中国不受欢迎的人物 到北京推销波音客机和美国农产品 显得不切实际 但在美国高压二支的围堵政策下 中国不得不通过对话 为经济增速不振 寻求喘息的空间 从川普签署301调查 对华发动贸易战 到拜登全面的科技围堵 打乱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政策节奏 但这并非造成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的唯一原因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在美中贸易战爆发之际 成为北京一家智库转文 警告贸易战对贸易顺差国的不利影响 北京应对政策更要考量自身经济发展规律 还特别点名中国房地产行业可能的冲击 这篇五年前发表的文章 对中国可能犯的错 却一语中递 时间回到2021年9月 中国地产龙头恒大集团 旗下恒大财富管理公司 有9.30亿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兑付 爆发投资人赎回的挤兑抗议 但这只是恒大负债2.4兆人民币的冰山一角 是旧还是不旧 北京当局持不表态 让恒大债务危机 凝持了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 如果回顾中国过去处理债务危机 官方往往是苗头不对就出手灭火 但这次却一反常态 事实上恒大债务风暴并非不可控 但北京以放任恒大债务违约 表明了政策风向的改变 也不够估认责任 国家的主观 竟然仍然不够攻击 但是肯定仍然不够攻击 中国商业务 他们认为美国人贡献 与也不够攻击 责任 中央市场 的流行 比方向 中國的土地財政造就了地產上的包袱 但房價居高不下引發的民怨 是中共執政的危機 胡溫時代就想打房 卻怕傷害了這占經濟總量 四分之一的產業所帶來的衝擊 讓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的經濟政策 因為房價價可能太高 這將會把房價出了很多錢 所以我們需要關於房價的財政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 也是習近平的重要經濟智囊 在2019年的達沃斯論壇上 表明中國要解決房地產問題 才能真的轉型內需經濟 而這本該是利益良善的政策 卻在美中貿易戰期間 經濟前景不明下強行推動 房市調控更是補刀無極限 限購、限貸、限價、限售四大網炸 換著花樣打炒房 不給任何喘息 即便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官方對房市調控沒收手 當年更憑藉著率先全球的疫後輔輸 反而變本加厲 在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與共同富裕的政策主旋律下 展開對民營企業與資本家的整數 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成了第一支強監管政策下的機器 更把矛頭轉向房產企業 進行為期三年的整改監管 對房企債務劃下三道伏線 三道紅線意在打擊資本無序擴張 並約束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和債務戒律 更落實習近平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政策 卻極端地剝離房地產的投資價值 搞得房市價量齊別 包括恒大與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 就在這三道紅線前倒下 但要官方出資拯救地產商 並不符合政治上的邏輯 第一是,這是理論 習近平是一個馬克思人士 他想帶來國家更多的正確 他比蠻獲利的高級 在恒大爆發債務危機三個月後 官方才主導廣東多家國企建築 對恒大進行債務重組 這場原本有機會防止蔓延的風暴 卻礙於領導層的政治信仰 並誤判中國的經濟情勢 更在中國社會製造了矛盾 成叱咤風雲的中國資本大鱷 寶能集團董事長姚振華 竟然陷入財務危機 在企業總部前 遭討薪員工罪打為毆 這段影片在中國網上輿論評價兩極 但多數人為打倒資本家喝采 中國地產商萬科的創辦人王石 就在個人微博上 對當前仇視民營企業的普遍情緒 發表看法 現在整個經濟不好 企業家 尤其民營企業家 壓力非常非常大 姚振華先生 他也是其中的一員 遇到這樣的問題 是這樣的來被對待 再一個我想更想說 在現在社會的一種心態 對這樣的事件 完全是一種就是看熱鬧 我們叫吃華群眾 我覺得這個我是感到悲哀的 姚振華曾以雄厚的資本 對萬科進行惡意收購 王石瑜他在商場上雖然敵對 卻沒有落井下石 這篇視頻貼文 反思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 官方政策形索 民營企業的負面形象 而至今仍未遭到刪除 凸顯政策風向再度轉變 只是在當前的中國 不會檢討過去錯誤的政策 這是恆大暴雷近兩年後 正是為境外美元 再重組拉開序幕 分析認為北京能堅持 以漫長的市場化程序 消化這輪房地產風暴 當然這也將持續衝擊的中國成績 歡迎省書記 而在習近平用人為親的新領導班子裡 更多的是揣摩上億形勢 隱然有像過去的專業分工 能及時出手解決問題的人